昨天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设置 这样一个 画这个图的时候呢我们发现 就是它的 这个 当我们想要把一个 不是相同的这样一个 组句 作为它的一个组句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要设置不等宽的组句的时候 之前我们给它传一个n 这个n呢表示什么呢 就一个数 要分成十组 那最大值最小值除以十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去 画这个code的时候呢 发现非常不方便 所以经常我们就有一个需求 就是设置不等宽的这种组句 那设置不等宽的组句怎么做呢 之前其实我们是正确的 传一个n列表 但是我们原本没做 就是在X6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组句把它拿过来 理解吗 就是当前我们比如传一个n列表嘛 从1.9到3.5 然后每个0.5做一个组句 就是3.5到4.0 4.0 5.0 6.0 这样子对不对 但是做到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确实可以把这个列表放进去 但是在X6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把nomebeams给拿过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那X9的值呢 它先是0.9 然后再是3.5 再是4.0 这个样子 还要做这样一步 才能够让它对应上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大家看一下 不是范围 就是这样一个列表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X6这里 设置的就是这样一个列表 1.9 3.5 4.0 4.5 一直到9.0 对不对 而我们设置的这样传进去的 nomebeam list 也是这样一个列表 看出来了吧 和X6传出来 传进来是一样 发现的吗 它们两个位置一样的时候呢 就可以刚好 按照我们的这样传入一个列表的要求来 去绘制一个 这样一个 脂肪图 对吧 这地方能够理解吗 但这里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什么呢 就是hase的每次在取这个列表的时候 这个列表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印一下 那么beam list 它取的时候呢 它取的时候呢 是一个左开 左边右开的这样方式来取的 比如说当前nomebeam list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它先会取 大于等于1.9 小于3.5的 最会作为一组 那么大于等于3.5 小于4的作为一组 大于4 小于4.5的作为一组 你解释了吗 大于8.5 小于9的作为一组 它会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做这个事情之后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run它 这里写一个小于等于的话呢 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 什么意思呢 这个i 当它等于9的时候 我们确实里面有i等于9的 还记得吧 当它等于9的时候 它还会继续加个0.5 那会造成什么样子呢 多出一个9.5在这里 对吧 多出一个9.5在这里 会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也没有关系 多了一个9.5 在这个后面呢 它会在右边 多画出了一小段 对不对 这小段结果只有1 为什么只有1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最大值 就是9 只有一个最大值就是9 所以这里会有个1 看出来吧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小于号不加 如果小于号不加 也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的 我说错了 如果把这个等于号不加 就是9它会统计不了 统计不到 但你能理解吗 因为它是从8.5 到9.0的 就是小于9.0的 去到9.0的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为了准确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等号给加上 做到这个事情之后呢 也是一样把这个列表放进去 然后呢 原始数据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XX 一样的 也置为这样一个 NumberBinness就可以了 然后画出了指方图呢 就是非常完美的指方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后续发现 当我们去除以 最大值最小值 除以这个组局的时候 发现除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去使用这种 不等宽的组局 那不等宽的组局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对吧 在这传两个一样的 这样一个列表 就可以对应上了 其实仔细想想呢 好像也确实这个样子嘛 因为我们想要在 X主上 你显示什么数字 其实就跟这里显示 是一样的 对不对 1.9显示出来 这显示3.5 再显示4.0 再显示4.5 本来就应该把它设置到 XX上面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就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看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前一课所说的 我们豆瓣的这个练习 这里这个文件夹 大家下来给自己看一下 这是爬虫 爬虫的话呢 我们这些写的方法是一样的 写的东西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在里面 然后呢 里面 Data Visualization 首先是关于这个 Data Format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 这个方法 就是专门从数据控制里面 读数据出来 然后呢 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的东西 怎么做呢 我在这里读出来之后呢 这个DB Data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第一个字典 为什么第一个字典呢 为什么我把这个Data里面的 我们想要的那部分数据都给拿过来了 因为在这个Data里面 其实有非常大一部分数据呢 我们是不想要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要分类 要下标题 要下导演的信息 要下演员的信息 我们把它放过来 放了之后呢 Info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是这样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里面 第一个内容是导演信息 后面这几个呢 这三个呢 是演员的信息 这是什么呀 分类 这个分类情况 只有在Info里面 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然后这后面还有时间 这个时间呢 在别的地方 有个字段里面是有的 但是它没有年份 只有月份和天数 理解吗 那个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清楚的 到底是2017年的4月16号呢 还是2016年4月16号 对不对 所以对于时间的话呢 我们要从Info里面提取出来 所以在整个Info里面 信息里面呢 我们要把分类提取出来 要把时间提取出来 要提取这两个信息 那这两个信息 可以怎么提取呢 前面我们知道 这个表示导演 导演呢 我们在Directus这里 已经取到了 对不对 后面是演员 演员这部信息呢 我们在Actus里面 已经取到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 把这一本数据呢 按照这个横线 作为切割 对不对 切割之后呢 我们再辨定一下它 如果它在导演 或者演员里面 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它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分类和时间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分类的话呢 如果它是两个 两个长度的话 因为所有的分类呢 基本上都是两个长度的 就两个数字嘛 两个字符 如果它是两个字符的 我们就把它判断为 它是一个分类的情况 我们把它放到分类里面去 如果是其他的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制为这个时间 那对于时间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操作的 有的时间它是有括号的 有的时间它没有括号 如果它有括号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括号给去了 那么其他的情况下呢 就是这种时间 那么实在是处理不了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时间呢 制为一个NN 那么实在是没有分类的话呢 我们也是把分类 制为NNN的 理解吗 就是空着 空着它 不对这个字符的 其他任何复值 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那做了一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加了一个 Rating Count 就是打分的总次数 打分的分值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 变大利子里面去了 放变大利子里面去了之后呢 我们在后续要用数字的时候呢 就拿到这样一个geta list 比如说 这一个 我们这个做的事情呢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统计四个国家电视剧的平均分 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从 从哪呢 从data data format里面呢 我们 把choose data给拿出来 刚刚那个方法 然后之后呢 放到data frame里面去 然后得到一个data frame 对不对 得到data frame之后呢 我们把rain state 给它转换成时间内型 你看见了吗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方法 对不对 转上时间内型 然后把它返回来了 反过来在这里面用了 在这里面用的是用了什么呢 我们只把country 还有retim value给拿出来的 按照国家进行分组 然后算下平均值 是不是立马就算出来了 不同的国家 它的平均平分的情况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只取它的country和retim value吗 retim value就是打分的情况 按照country进行 分组 然后呢 删掉平均值 就算的是2086的平均值嘛 然后绘制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然后呢 后面还有什么呢 Tile count 实现不同分类电视剧的 生产统计 这个做的事情呢 和我们前面 统计那个电影的 不同分类情况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先勾造一个全能量的数组 勾造之后呢 进行复值 复换值之后呢 把它转到一起 当然这个转移操作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呢 我们就绘着这样一个柱状图就可以了 柱状图 然后当然在这里做了一个排气 这个排气呢 我是用了这样一个sore的方法 当然呢 也是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我们 这样一个sore value的方法 就data frame具有的 sore value的方法 也是直接可以有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形给绘制出来了 绘制出来之后呢 绘制了一次 就绘制了一个横着条件图 图形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这个方法呢 应该是非常简单 大家应该都会哈 那么之后呢 我们又画了这样一个图形 七分也让这样下去 随时间的分布的这样一个散连图 那首先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数据拿过来之后呢 这个事情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加了在当前那个data frame里面呢 我们新创立了一个权务一的这一页 为什么要创立一个权务一的这样一个页呢 我们后续呢 对时间分布这个地方呢 我们统计出什么呢 统计出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release data里面 不为NN的取出来 相当于做了一下这个确实值的处理 对不对 确实处理之后呢 我们取其中呢 比这个我们要选择的分要大的那分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release是7 大于7分这样去 那我们这个方式就可以取到了 对不对 不尔索引就可以取到了 把它设成成我们的release data之后呢 设成我们的索引之后呢 我们只取刚刚所据的权务一的那一页数组 然后呢 我们对它求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先resamble五个月 m就是五个月 这样一个降采样对不对 降采样之后求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权务一对不对 权务一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行下这个sum的操作 是不是刚好就是统计的是 五个月里面 每五个月 它们具有的这个电视的数量呀 那当然大家非常清楚 其实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代码呢 所以写的时间比较久了 是最开始 最开始是非常之前起的 其实这里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我们直接在这 count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直接在那 count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个 data frame 听起来一捏 这一捏的值呢 全部是1 然后呢 专门把这一捏取出来 然后对它进行 按照五个月进行求和 这个操作和我们之前 所说的 count的操作是一样的 当然了 这个操作目前在讲 好像看起来非常鸡内 对吧 确实是非常鸡内的 然后呢 我们直接看了就可以了 那看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画出来 就后面画这个图形的话呢 就画一个三点图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画个三点图 就这个地方 那么 这七个地方呢 这四个图形呢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七分以上的电视剧 随时间的变化的情况 七分以上的电视剧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是不同国家的电视剧 应该把这写清楚一下 国家 首先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里有个分组 对不对 按照国家进行分组 不同国家的 七分以上电视剧的变化情况 所以我们要绘制四次 对不对 在这里面呢 其实绘制和我们之前 绘制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group by之后呢 进行一下这个操作 country还有group的 对不对 这个每个是每个国家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不是也做过这个事情嘛 对不对 绘制四次就好了 那比如有五个国家 绘制五次嘛 有三个国家绘制三次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但是中间有个地方 需要特别注意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当前这个地方 数据比较少 我们刚刚在PM25那个地方 数据是非常非常多的 当前我们这个地方 数据比较少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如果说 我们去 直接按照 把release date 作为它所以之后呢 我们取到距离某个国家 比如取到中国 这可能 里面有 三十个 或者说 有五十条数据 这五条数据呢 分别是 五十个不同时间段的 不同时间点的数据 那么取到英国之后 英国呢 可能有七条数据 这七条数据呢 可能也是 七十个不同时间点的数据 这两个时间点 它们可能是 并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 大家理解吗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中国 比如说中国在1973年 有部电视剧 但是在美国那个地方呢 1973年是没有电视剧的 那当我们去把这个图形 汇出出来的时候呢 中国如果是 S9按照中国来汇 那汇出出来 1973年 那个地方确实有部电视剧 但在美国那个地方呢 它可能 就数据会有些偏移 能理解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两个数据 它时间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就有一部分时间是 ABCD这个时间 比如中国数据 电视剧的时间呢 是ABCD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点的 但是美国数据呢 是DF这个时间点的 你一个ABCD的时间点 或者在图形上面 跟一个DF的时间点 或者图形上面 当我们在汇出这个XTX的时候呢 或者说汇出这个X轴的时候呢 你觉得应该把什么 作为X轴比较合适一些呢 应该把什么作为X轴 会更合适一些呀 是不是整体的时间 作为X轴更合适一些呀 那么中间没有就空着吧 中间没有就空着 而不能应该去按照 推定某一个国家 来进行这样一个 X轴的选择 汇出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我按照这个DataFrame里面呢 ReleaseData的最大值 最小值 生成了这样一个时间范围 DataRange 这样一个时间范围 在这样时间范围之后呢 我们把它制为DataPeriod 然后呢 在后面的每个Groop里面呢 都把它DataPeriod给添加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 所有的时间点 是不是都有了呀 是不是所有时间点都有了 所有时间点都有了之后呢 我把它ReleaseData呢 做了这样一个 做了这样一个索引 然后取冲里面呢 ReleaseData和Count这个次段 然后呢 进行一下FailNA这个操作 为什么要FailNA呢 因为比如说 就拿中国数据来说 中国数据里面肯定毫不疑问 有很多时间点是空着的 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很多时间点是空着的 因为它电视机的数量不够嘛 对不对 可能某一年或者某些年 数据就没有 所以我把它FailNA为0 FailNA为0之后呢 然后重新去调整一下 三个月 三个月统计一下数据 然后SUM一下 那么SUM以后 毫不运用肯定也是一样的 它肯定依然会有 很多地方 它的这个值为0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时 或者是这样一个 折线图 那为0就为0嘛 它值下降下去了 对不对 下降到0那个地方了嘛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当然会着散电图也是可以的 只是会着散电图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有 五个颜色的点 但是这个效果呢 我们之前也试了一下 就算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会着着线头的时候呢 效果呢就是 这个样子的 相对说还是能够大概看清楚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这个图形里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当我们数据量比较小的时候 特别当我们把时间 做这个锁影的时候呢 我们要保证 每一个分组之后的数据里面 这对应的时间点都是有的 就是它数据没有 数据是0也没有关系 但时间点必须得有 否则的话呢 在我们把这四个图形 混入到一起的时候呢 可能它们之间的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它们可能都对应不到 同一个一个9章文区 对不对 所以在中间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把最大折最小值 按它的范围呢 生成一个时间段 生成时间段之后呢 把每一个分组之后的时间呢 都merge一个 这样一个data frame 这样一个时间段 那么到时候呢 每一个分组之后 肯定它们的时间段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的时间段里面有数据 有的时间段里面没有数据 然后呢 没有数据的地方呢 填充为您 然后呢 做了一下这样一个 或者折现图的操作 那这是关于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当然是一个虚拟案例 对不对 虚拟案例 可能很多时候呢 这一点数据呢 是没有必要去 进行这种展示的 对不对 当我们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爬京东 爬淘宝 爬亚马逊 爬这些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这种非常大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这种 统计的展示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比较小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那么除了在 这种爬层的数据里面 我们会做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 我们还是在别的地方 可以用到这个数据的展示 会用到 可能会用到这个Panus 比如说 前面我们给大家看过 Cellery的Flower Flower 大家还有印象吗 在Cellery的Flower里面 它是不是能够监测 当前各种不同数据的 一个变化情况呀 还有印象吗 它这个动态变化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经常有同学在问 如果我们要监控我们的爬虫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 通过Web 之前所需的Jungle 或者Flask的知识呢 去写一个模块出来 这个模块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去读书一块里面的内容 读了内容之后呢 我们统计一下它的数量 把这个数量的变化呢 通过我们前端的 比如说Echart的这些工具呢 把它展示到这个页面上 我们自己在后端里面 只用看这个图形的变化情况 就网页里面的这个 表格的变化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前爬虫 爬到多少数据这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折线 比如说就统计 当前这个时间点 到今天这一天 就出了一个增长情况 对不对 或者当前这一个小时 出现增长情况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图形 把它展示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如果有一天 老板说大家做一些事情 就是来做这个爬虫的 这样一个监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去使用之前的flask 或者Jungle 去写一个外部框架 来做一下这个数量的展示 是可以的 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 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在前面Jungle里面 大家应该也学过 就是使用这个 我们的Cellery 去发邮件 对不对 它是能够捕获异常 去发邮件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完全可以放到 我们的爬虫里面做嘛 对不对 爬虫里面 爬虫跑着跑着 出来bug了 程序崩了 报错了 报错以后 你也一样可以使用 之前将购里面 Cellery那个东西 去发邮件的 对不对 也是非常容易 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可以写一写 也放到自己的 这个简历里面 也是可以的 那刚刚说的两个事情 好像和我们 数据分析不相关 只不过前面那个事情呢 我说的是 爬虫爬到数据的 我们想要观测 或者监测 我们这个爬虫运形状态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通过 我们相关数据分析的工具 去进行这个数据展示的 好 就是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